实在很难想象 竟然会有药厂为了节省成本 委托食品工厂来包装药品 而且这六家药厂还获得了GMP认证 这样违法外包的结果 药品恐怕已经遭到污染 卫生署要求这六家药厂生产的30种药品 大约有40万颗药 全部都要下价回收 另外目前正在服用这些药的民众 恐怕也必须要立刻停药 这两款由世纪药厂负责制造 专门用来治疗鼻炎和偏头痛的药品 日前被威射署食品药管理局要求 立刻下价回收不得贩售 上礼拜的话我们就接到通知说 有哪些批号 然后是世纪公司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就上礼拜就下价了 使管局表示今年9月 接获民众检举发现 国内六家获得GMP认证的药厂 为节省成本 委托台南市的顺洁生物科技公司包装药品 但顺洁是食品工厂 设备不符药厂规格 药品恐怕受到污染 因此要求回收药品 而这六家药厂包括试剂 顺生 内外 温士顿 皇家级原咒 初步估计总共有30种药品 约40万颗药 如果不是在GMP制造环境之下 它的温湿度 这个制造药品的温湿度 它是清净度都没有受管制 使管局表示 这些问题药品当中 有21种是医师处方用药 9种是咨询药师就能取得的指示用药 因此使管局特别提醒 服用这些药物的民众应当停药 而这六家违法外报的药厂 将依药室法处3到15万元罚还 至于刑则部分则由地检署侦办中 记者赖属于沈志明 他会报道